你敢相信吗 万众瞩目会受期待的 美艺里亚青鸟舞台 是彻底会在魔改上了 这真的很难平纳 可能各行如各山吧 还不如此前其他歌手 直接演唱的中文版 听起来舒适 一共七大翻唱舞台 最期待的法律会令人失望 你也要翻唱青鸟这件事情 节目组可是从二宫就开始预热了 结果呢 四宫一播出 是彻底让大家失望了 并开头两句 还觉得这次节目组挺可以办事呢 结果越往后听越迷惑 姐姐们确定是在唱青鸟吗 还有这编舞跟火影有一点关系吗 嗯 这真的很难平 麦蒙部分大可不必 当年全内娱只有陈乐依自己唱七秒的时候 大家就说她是最佳翻唱 现在出了这么多翻唱版本 她依旧是最佳翻唱 虽然唱的是一样的中文甜词 但她的演唱就很有燃点 日文的融合也很惊喜 最关键的是她那种掌控全场的气势格外吸引人 如果说陈乐依是独唱版的最佳舞台 那么张远跟张文婷的合作就是合唱版的最佳舞台 两个人的唱功原本就是歌底歌的好 张远稳定 张文婷的高音分是手拿把掐 游泳有余 骨嘴强强连合是真的值得反复观看啊 别看张远跟张文婷合唱的时候 张琪在台下看得那么起劲 其实她跟张小涵也合作过一版舞台 这版就多少带点尴尬了 可能是因为在晚会现场全开麦演唱 先是张琪忘词又是两人急急跑掉 多少有点车祸现场的意思了 之前在一档音宗节目上 以彭宫的妈为首的五位歌手 一同合唱了歌曲轻描 因为几位歌手的风格都偏名谣抒情 所以前半段歌曲平淡的演唱法 就要听不下去了 高潮部分燃得也不是特别的彻底 只看现场观众都没有被带动起来就知道 这个版本有多平淡了 自从被彭宾的天堂震撼过后 再看她翻唱青鸟的舞台之感觉 彭宾玩得挺开心啊 不过草原版的青鸟也确实有让人印象深刻的能力 同样都是女团类表演 在浪姐之前 创造人就已经最轻秒下手了 虽然如今看来的七里女爱豆一个也爱火 中场表演的瑕疵也很多 但是当年追综艺的时候 也是认真为他们打过头的 至少编舞比浪姐妹单要强太多了 视频最后 让我们集体欣赏一下 原唱生物部长的高燃演艺《行刑神八卦》